今年担任信酬会主委的是立法院长韩国瑜 韩国瑜有说他要办好中华民国的生日 所以这一回中华民国的元素全部都回归了 好我们来看到从主视觉上就可以看到用国旗当作配色 另外呢除了这个国花梅花的部分 这回也是被放在西位 特别的是过去八年来 你在主视觉上是完全看不到中华民国字样 还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过呢今年不同了 今年包含了国民跟国旗全部都回来了 这首饰很台湾韩国瑜接见 美台商会协会一行人 韩式幽默又来了 除了接待外宾宣传台湾韩国瑜还要负责今年国庆 主视觉也出炉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配色套在双十视觉意向上 仔细看中间还有国花梅花就在十字连接处 更赞的是国旗回来了中华民国也出现了 英文的地方含有台湾字样 国民党担任院长还是有差 国庆日的logo呢终于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中华民国的应该有的所有的相关的符号 而没有人想在这里面偷渡任何台独的元素 相较过去八年虽然配色多元但有七次出现绿色 白蓝红的组合就一次 另外主视觉上多写台湾没看到中华民国 今年有国旗还有国民 中华民国就是Repropriet of China 那个没有问题 如果是直接翻译就变成Repropriet of China Happy Birthday 那样的话其实就会比较死硬 不过还是有网友找查说 看起来很像大写H 是韩的英文缩写 民进党的梦魇嘛 看到韩国瑜就有恐惧 还是内心就会有了阴影呢 我觉得这只是反映出 民进党人自己内心的心虚罢了嘛 蓝蓝的支持者 他们可能比较在意的是有国花 有国旗 对绿营来讲他们就会批评 这个是什么华国美学 只要今天不是民进党想要的模样 那就会被讲成华国美学 被消失八年的中华民国 韩国瑜一片片拼回来 记者刘淑伟 张良浩台北报道 好 113年国庆庆酬会脸书的粉砖 日前公布今年的国庆主视觉了 但是绿营侧意马上狂酸 这个就是华国美学在线 好不过庆酬会主委 韩国瑜先前就只是要凸显中华民国的元素 庆酬会秘书长吴唐安他也提到了 在今年是有一群年轻人匿名创作 对此粉砖谁比正更有利则是质疑了 为什么强调年轻人跟匿名呢 好但是呢 此网友也纷纷留言感叹 怕被傻笨鸟出征 因此只好匿名啊 不匿名真的会被塔律班给烦死耶 真的是可悲啊 年轻人创作国庆活动 还要匿名真的是台湾最悲哀的地方了吧 好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